那么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记忆啊 就是台长刚才说的 记忆是残缺的这个残疑 实际上一个人记忆啊 最好谁 因为当一个人在记忆他的时候 他会造成心中的包袱 什么叫包袱 就是我今天有很多的记忆 我忘记不了 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忘记不了那些难过的事情 时间长了 他就形成了包袱 所以君子改过 小人是非啊 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是一个君子人 你应该改过自己的毛病 从此以后把过去的忘记 小人是非什么意思啊 碰到一点点事情 你永远不肯承认自己做错的 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 那叫掩饰自己的非就是做错的事情 你这样你得不到改正 而且在你心中残留的那些残疑 所以改过的人会开悟 是非的人会迷雾啊 所以永远要懂得改过自己 并掩饰自己的欲望之佛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要懂得 克制自己的欲火 欲望之佛 不要去贪啊 贪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假的 想一想 一个人身体假的 钱财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那么今天呢 刚刚跟大家讲到现在呢 那么今天这个法会呢 每一次开法会呢 台长很重要 问我们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话 那么菩萨呢 很直飞 又给大家带来几句话 因为这很重要 大家想一下 我在心一开法会 每一次都会跟 观世音菩萨沟通 希望多给大家一些发喜 希望大家呢 离开病痛 那么呢 今天呢 是观世音菩萨的早上呢 跟台长讲的 讲了几句话 大家想一想 可能对我们非常重要 第一句话呢 是刚学佛 想成佛 难呢 很多人刚刚就想学佛 来不及的 就以为自己是佛了 难呢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总以为自己学了一点佛 以为自己掌握了佛法 什么都掌握了 实际上 他们没有真正达到佛的要求 要知道刚学佛 想成佛 难呢 第二句话 坚持学佛 想成佛 敬佛 就是接近佛的 要坚持 你就能接近佛的 第三句叫 精进学佛 想成佛 你就是真佛 所以我们要做真佛 要做真佛 我们无论如何 要坚持学佛 你就能真正的慈悲众生 对不起众生 所以 观世音菩萨还讲了两句话 一个叫 众生难度 所以才要我们度 佛法难闻 所以才要我们去闻 救人难难 大家知道 每个人度人家的时候 难不难 有时候会被人家讲 有时候人家会怀疑你 到底有什么动机 有什么目的 就是台长 弘法这么多年 我也经常对人家怀疑 我可以讲 只要你坚定自己的 佛心 佛性 精进学佛 你一定会成为真的佛 所以 菩萨就是告诉我们这么 还有两句话叫 众想 救众生慧命 超脱六道人慧令 让众生改命 承传 众生佛道 佛大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要救众生的慧令 就是智慧的命 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智慧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智慧埋没 现在的人越来越傻 前几天澳大利亚种六合彩 有多少人去买 有几个种的道理 我想还有很多跟台长学佛的人 可能在排队的时候 还在洗面准提神众 拼命的想自己能够拿到 想一想啊 愚痴不愚痴啊 没有慧命啊 一个人要有慧命 所以观世音符上叫救众生的慧命 让我们超脱六道 然后让众生要改命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从现在学国之后 我们不能再苦了 我们要甜 我们要想着开 想着明白 我们不能再忧愁 再忧伤了 因为我们的忧伤会带给我们一辈子的痛苦 一辈子的烦恼 我们永远不能解脱的 所以观世音符上让我们要改命 我们要懂得救自己 要想着开 想着明白 过去的让它过去 我们今天拥有的 就是我们今天拥有的 我们明天失去了 我们也没有关系 我们后天还会再拥有 我们要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一颗慈悲的心 一颗能够救度众生的心 这样我们才会身体健康 万事 所以要想成佛 先把自己在人间先修好 不要说等到死的时候 我才好 现在就要好 现在就要没有业障 没有灵性 现在就不能生癌症 如果现在生癌症的话 要有信心克服它 现在家里不好了 要有信心来改变它 大家说 有没有信心啊 有没有信心啊 学佛 磕头 磕了半天 求了不灵 求什么火 我告诉你 菩萨就是灵 观世音口上说出来的 有求必定 绝对是真的 希望大家好好地学 大家知道 人的气场很重要 如果这个人气高昂扬 这个人就不会生恶病 如果这个人讲出来的话 很硬 比方说气场很重 他说没有关系 我来帮你忙 我很开心 这种人不会生恶病 经常地步的人 肠子里会生东西 经常小气的人 也是肝和肠子上生东西 经常动小脑筋的人 脑子会生东西 所以要懂吧 一个人少动小脑筋 要懂得看得远 看得高 什么事情想得开 想一想 无所谓 我今天天天的法师们 让我们说 你要放下 你要开悟 大家想一想 什么叫放下 什么叫开悟啊 要想得明白 想得通 放得下 想得通就放不下 所以希望大家 每一个人 学活之后 都要一求就灵 就要心中放得下 想得明白 无所谓 你就是开悟